我是一个兵三代 曾经从事过秘书 销售 人民警察等职业 最后选择当一名党校教师 在党校的这几年 是我人生读书最多的几年 也是我人生最快乐的时光 除了正常的教学任务以外 作为师事冬季法治大培训 寻回宣讲团的成员 我经常要到团厂讲课 讲党史 讲兵团人自己的故事 讲兵团第三代 对这片土地的热爱 作为一名党校教师 我们的一个重要任务 就是讲好故事 把党的故事讲给大家听 讲给孩子听 讲给孩子的孩子听 只有讲到老百姓心里 你才能从最后的掌声中知道 自己是不是成功了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